娱乐圈有穷妖女郎,有艺术女郎 为什么唯独没有张爱玲女郎呢? 一句话,真没人像 例如即将上映的第一炉香 女主马思纯是因为胖才不像的吗? 当然不,所谓胖瘦不过是看客唯一能描述出来的罢了 最不像的是痛感 张爱玲比下的人大多是病态的 不是身上有病就是心里有病 或者身上和心里都有病 有病就得有痛 大时代下的痛,女人心里自我挣扎与四扯的痛 明知道不会是圆满结局 却依旧抱着一丝希望的痛 难得的是既要年轻人的脸和深色 必要一个被欺负过的心 这上哪找去呢? 年纪大点的角色倒是还好贴脸 可主角大多是妙龄少女 放眼娱乐圈有几个气质吻合的呢? 可大导演们还就听着张爱玲的小说不放 想踩着前辈的影视作品向上 做她一个一鸣惊人 不过以张爱玲的名气 她的影视转化率实在不算高 电视剧最近的是刘嘉玲版《半生源》 上一部还是2009年的《清晨之恋》 电影在黎安版色界之后 热度最高的还是许安华版的这个第一炉香 90年代港台掀起过一阵风 观景棚的红玫瑰 白玫瑰 许安华的半生源 侯孝贤的海上花 三足鼎丽 除了李安的个人艺术版本算随味 其他没有一个断层出圈的 朝三暮四 朝起暮处 人之常态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这样的 就像陈奕迅歌里唱的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你永远比不上对方心底的人 因为他心底的人是完美的 是加了滤镜的 是模糊了缺点的 文字雪 朱沙智 白月光 范战子 字字诸心 张艺琳并非写爱情 说到底是在写人心罢了 这作电影界的金矿 不知何时才能找到最懂她的人 在此之前就放过她吧